群发助手刘婆子登场 这个老张是张之为吗 一人之下 漫画第662话的预告已经更新 最近门里挺热闹的 被四冲师叔打发去找 吴根生那两个全姓小年轻琢磨 咱哪找门长去 入门才多久 咱门长都没见过呀 别急 去找老张 他也住在这里 很快 两人就到了老张的住所 别急 有办法 我在刘婆子那有牌子 刘婆子抱怨 刚是掌门给大伙的手书 这又是托我找掌门的 最近门里挺热闹的 这人应该是第一次出场 看年纪应该和左若彤 或许张静青同辈 称呼吴根生为掌门 说明是个老权幸 这个场景像是隐居 或许不问江湖了 守在某个地方 一边吴根生要他传手书 躲着三一门 另一边三一门找到他了 要找吴根生 说白了 这个刘婆子就是个中间人 异能就是牌子 以前没有电话 大概就是用这个保持联络 发布消息的 最后 再说说左若彤 左若彤终究是死了 他以他的方式完成了训告 终其一生 他所逐的倒是天道 而非三重 三重只是他所认为 可以抵达天道的路途 其实在闭关期间 甚至在更早之前 他能以阴影误到通天的路 又七指三重 又何须三重 而当他突破到三重境界时 他自己发现三重的感觉 与所谓通天 似乎还有无尽的距离 那个时候他老了 通天的路七指三重 但他也无法再进一步 为三一门开辟四重 他也误了 通天又何须三重 三一门也许 从起点就是错了 逆生三重 本就无法通天 那一瞬间 他的毕生追求得到了答案 他的信仰也在那刻崩塌 得益于他的修为 以及内心对答案的隐隐窥探 左若同不至于当场崩溃 只是顺势觉得世间所让无畏 心灰意冷 也不愿再多做挣扎 临终前 他终究还是不忍心 将自己所领窥到的 三一门真相告诉弟子 仍给大家留了一个念想 但或许 只有他自己执着于天道 而弟子坚也从未想过奇迹天道 只求练习一身独步于江湖的本领 只可惜 只有左若同自己见过天地 他也没告诉弟子 是无根生成全了他的三重 成全了他的一生 弟子们都只能看到师父的三重被迫 师父先是这一结果 弟子们看不见 也无法看见 因此也更无法理解 体会得了左若同在人生最后一段 路的那种松弛 也正是这种看不见 让仇恨的怒火燃烧了三一门所有人的心田 给三一门带来了灭顶之灾 我来说是这种看不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